头到焦点那您看到 桃园大西有一家安亲班女老师 她居然对教室里头的学生动手动脚 画面都被拍了下来 有一名六岁的男童 疑似没有办法对注音融会贯通 这名女老师居然就手拿起来 往男童的后脑勺以及又脸颊打 声音响亮大家都听不到 有没有看错啊 安亲班老师请问您那是如来神掌吗 长长都打在六岁男童的后脑勺及又脸颊 让人越看越火大 就算孩子不乖不懂事 有必要如此卡卡当手吗 旁边的女童似乎也难以幸免 不懂安亲班老师是吃了什么炸药 只是数学反应慢了点 居然也遭到迁怒 长长将孩子送到安亲班 无非就是要小孩重复学习 不料是遇到这种苛责不手软的安亲人员 你家儿子怎么处理为人管不着 甚至自己还是一名母亲 人家的心肝宝贝也不该如此对待 言语加上肢体暴力 又在其他学生面前批评男童 有可能让男童用小心灵受创 桃源大戏这名安亲班老师 如此行为让家长不知道 该把小孩交给谁 这里是梁明志导演报道